沒有聊四季 天天多更新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要來看曲折羅倫對上朝鮮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阿拉伯的地圖 好 我們先說明一下這位藍色玩家 選擇了這個曲折羅倫 那曲折羅倫最大的特色 一開始有兩個果子 所以可以補上先經濟 因為他的綿羊通常是不是拿來宰殺的 會這個開局方式 比較長的方式就是開局去蓋個果 這個模仿 那他這邊不知道為什麼流程有點慢了一點 可能是怕斷肉之類的嗎 我不太確定 那這邊蓋模仿稍微晚一點點 通常會第一時間把這四隻羊放進去 開始產肉 因為他這個羊是可以收到模仿裡面 增加這個肉量 就像跳聖物一樣 黃金會慢慢跳 那這個羊放進去 肉也會慢慢跳 這個數量起來 那我各位認為曲折羅倫這個能力是蠻強大的 那前期喔 盡可能的趕快找到四隻羊 那你再偷基一點喔 直接一開局 就到對方領店喔 先繞個一圈 然後偷對面的羊 先偷完兩隻之後 再回去找自己的羊 也有這種打法 但我不太建議喔 因為這個有點 太針對對手了 我覺得不太舒服啊 那如果你是喜歡玩這種小技巧的玩家 那你可以考慮喔 開局是 直接去到對手家裡喔 逛個一圈喔 其實不錯的 那通常去對手家裡逛 對手也會發現你喔 那通常你家裡的羊 你會被幹走的機率會比較高 所以這個也算是雙刃刑嗎 雙刃刑 並不是每一次都會這麼順利的 好 那曲折羅倫最大特色是 就是他的這個騎士喔 是被這個沙騎馬給取代了 那他有這個閃避箭矢的效果的騎兵 那再來就是他的駱駝 這個騎兵有這個增傷的效果 所以他的騎兵線喔 都並不弱喔 其實都蠻強大的 那曲折羅倫比較虛的地方喔 就只有這個步兵線喔 比較差一點點喔 因為他步兵沒有三攻 跟騎兵一樣 那騎兵還有增傷效果 但是步兵卻沒有 所以他步兵會稍微弱一點點喔 還有弓邊線的防禦也比較差一些 那他最大的特色是這個薩地利科技喔 薩地利的話可以減少他的軍事單位的食物消耗量喔 就有點像是硬加之後的改版的效果是一樣的 那硬加的效果是天生就有的 那曲折羅倫是要研發科技才有 那下降的程度好像也比硬加多一點吧 反正就死了很多肉了 那他這邊是銀罐的部分喔 就可以點下 那銀罐這個東西也不會第一時間去點喔 通常還是等到3TC運轉好有城堡之後才會去點的東西 所以也不是說非常很緊急需要去點的東西喔 這個薩地利科技 那我個人認為還是會比較先去穩定喔 3TC經濟跑起來之後 再去直接去點喔 反正你的經濟還是要先搞起來 不要去硬要點這個東西 很容易會把你的軍事直接搞爆 單位直接輸對手 然後自己喔 然後又農不起來 會有這些問題的出現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朝鮮人 朝鮮人的話最大特色喔 這個挖石頭速度是非常快速的 那劍塔的部分喔 雖然沒有比較強 但是他有這個劍塔免費升級的效果 光劍時代升級到城堡之後呢 可以直接變成防禦劍塔 另外時代會變成大型劍塔 這個省下來的研發時間喔 跟資源喔 其實還算不錯的 而且挖石頭有這個加速喔 所以在對塔的時候 並不會說挖石頭會輸對方喔 然後會投資太多人去挖石頭 導致自己經濟太爛喔 算是一個 打工加強的文明 那我覺得 朝鮮人最大特色還是這個馬戰車吧 馬戰車還是他的主力喔 那他除之外呢 軍事單位有這個 木頭的減免喔 但是不含工程器單位 就有點可惜 所以朝鮮人打法還是比較偏向於 玩這個集兵加工兵加馬戰車投資車 那他的投資車也是蠻特別的喔 射程非常的遠喔 那我個人也是蠻喜歡玩朝鮮投車的喔 再搭配這個賽爾特人喔 會非常誇張 好 那單挑局的部分 我們就不先講太多其他的團戰的東西 我們就先來看一下單挑的部分吧 那目前超鮮人是兩個伐木開局喔 兩個伐木場開局 那這樣子的木頭 穩定量會更好一點喔 就是我們所謂的八木開 那待會呢 他待會還可以再上封建時代的時候 再去補兩個木頭 伐木工 補到十個人 會更穩定一點喔 像是要打什麼 22匹小弓阿 之類的打法喔 會更適合一些 那這邊選擇打法是下這個金礦場 那這很明確就是要來打這個小弓了 那這邊均勻還沒有下 是不是有點失誤了呢 均勻下的有點慢喔 這樣不知道這個能不能在封建時代好之前蓋好 應該是沒辦法 下的時間偏晚喔 那他一上封建時代沒辦法馬上就下這個射箭場 他出兵時間會稍微慢了一點 好那這邊做的蠻好的事情 是先下這個雙面斧喔 然後馬上再補下這個射箭場 會比較好 補一下趕快 好 這個暗雷一隻長香兵出來 稍微去阻止對手的駱駝去騷擾 好那這邊很明確看到射箭場開局的驅者羅人 這邊也可以選擇弓兵開局 也是不錯的 這邊弓兵開還是比較多一點的 OK 驅者羅人這邊也下了射箭場 那骨子也快吃完了 講的部分八隻也都在魔防裡面了 慢慢在慘肉了 驅者羅人在封建時代會稍微弱一點點喔 當然是到了城堡時代 他的特色喔 足夠可以先有一個前期的壓制的效果 那我覺得驅者羅人 比較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喔 就是他很單純喔 只要出個馬就喔 基本上攻兵騎兵都能counter 所以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那我們可能可以稍微加速一下喔 直接看城堡時代會比較好 畢竟這個前期驅者羅人跟朝鮮人喔 本身兩個也不是什麼封建很強勢的文明喔 所以他們應該也是小打小鬧喔 欸這邊一級射取消是什麼意思 欸 朝鮮把一級射取消 欸 這個難道是伏筆嗎 那驅者羅人這邊是有點下級射的喔 而且毛兵已經按了五隻 這邊是打算要直接走一個防守錄像 那這場比賽喔 兩邊的分數都是1900分的喔 算是以我們頻道來說稍微低分一點點喔 但是這個分數喔 絕對是高於90%玩家的分數喔 1900分還是蠻厲害的喔 並沒有想像中大家這麼弱的感覺 自己跟他們打的話就會感受到他們的實力還是有的 好 毛兵走出來會直接硬打嗎 刺猴又會回頭嗎 但只有3滴血應該不太可能 應該就是給他用成巡弱模式 讓他自己去跑就好 這邊回頭打不到為什麼喔 有點虧 直接貼到最近的近距離 讓毛兵不能發射子彈 OK 這邊還稍微B陣走一下 我回來想要救直接被捅死 哇 這個刺猴不能回來了 好 那應該就是這樣持續追逐喔 那這邊朝鮮人省下非常多的肉 馬上就可以點下城堡時代了 這邊可能會直接送掉自己所有的工兵 長槍兵一再輸出 剩下兩隻 兩隻毛兵應該是可以全部收完 剩下長槍兵跟一隻 一隻毛兵跟一隻長槍兵 再追逐慢跑 好點下城堡時代的朝鮮人 有沒有挖石頭呢是個細節喔 如果他有挖石頭的話打馬戰士會局多 但他這邊完全沒有挖 那可能就是一個正常的工兵開局路線 朝鮮人打工兵我們剛剛前面有說到 有木材減免的費用 其實還蠻不錯的 那更多的是喔 朝鮮人可以用這個能力 省下大量的資源 提早開出TC來 還有提早出這個兵 我覺得算是一個不錯的一個能力 那這邊工兵也是繼續有按的 並沒有停 這邊一擊射還是補下了 去著洛倫這邊直接升了一攻 準備要來等城堡時代出這個 沙騎馬來打了 好 停下了奴兵的升級跟著急射 直接打破城門 兩隻洛馬走進去 看到了什麼呢 好 看到了兩隻 村民 直接收走 這邊工兵 壓力其實很大喔 九隻 那目前這兩隻駱駝 還沒到城堡時代的關係 已經到了 城堡時代直接會變成100滴血 會稍微buff一下他的攻擊力跟血量 那本來是4攻 現在變6加1 變7攻 直接buff3攻蠻多的 好 那這邊可以考慮喔 直接轉這個沙騎馬 或轉戰毛兵都可以喔 而且有二級射 二級射的話 其實處理這些工兵也是綽綽有餘 這邊果然是先開一下TC 先開農 並沒有打算先爆他的特殊騎兵單位喔 可能是想要擠掉這兩隻刺口 讓對手沒有好好偵察的情況下 再去偷偷出兵喔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好 戰毛兵直接走過來 八隻能不能抓到呢 來 對射一下 這邊細節 集火一隻 第二隻沒射中 OK 距離夠近了 OK 收掉三隻 四隻奴兵 五隻 有嗎 有點打歪 OK 剩下六隻奴兵了 哇 其實解的蠻漂亮的 那二級防一點一下喔 這個驅逐羅倫打的是最保險的那一種 那超限了喔 看到這麼多戰毛兵受不了 直接按歧視喔 但我個人覺得 這邊直接出頭車的話 可能壓制力會更好一點點 因為對方毛兵是很怕頭車跟弩炮的 那投資車除了可以砸對方的 戰毛兵之外喔 連TC也可以壓制喔 那他現在有這個軍事上的優勢 可以考慮直接轉這個頭車來就好了 那直接按歧視喔 可能是因為他前期喔 本來就有按這個馬舊 去出刺頭 那不想要再投資太多木頭 去轉這個BK出來的關係喔 或是他待會也要轉BK喔 可能會呈現蓋一個在這個位置喔 做一個潛壓動作或是直接蓋這個位置也可以 那如果對方轉出這個 斯里瓦姆殺騎兵的話 這個騎兵打這個頭車的攻擊是蠻快的喔 那轉出這個單位的話就會很麻煩喔 但如果出騎士的好處 就是可以壓制對手的這個殺騎馬 還叫到殺騎馬比較好聽啦 不然念他這個全命喔 有點難念 斯里瓦姆殺騎兵 那騎士的優點就是這樣子喔 這個是烈幽分析喔 那我覺得頭子車是比較威脅性一點喔 但是相對來說 是比較難抵抗對手的這個殺騎馬 那我覺得朝鮮人這邊打的還算不錯 騎兵直接來壓制 但對方的駱駝就會顯得特別重要了 駱駝可能會被弓兵射死 但駱駝可以壓制對方騎士 這個相克關係很明確 那這邊殺騎馬數量其實沒有很多喔 這邊要再考慮補個駱駝啊 或者是出一些毛兵 好再繼續再補一下 畢竟朝鮮這邊出騎士是蠻虧的喔 可能不會出太多 騎士這邊有點勒送 送了一些血量 還有一隻騎士 好3TC也看一下 朝鮮這邊打的還是比較偏保守一點喔 並沒有打得很激進 那跟趨著羅人開農的話 其實有點危險喔 因為人家有煞滴滴的科技喔 只要讓他農出來之後 就是他的黃金席 就是城堡師在中席喔 那前期的話 要盡可能的去打出點東西啦 譬如用投射給對手壓力 那沒辦法好好農 轉出一堆兵喔 那自己喔 朝鮮可以按些長槍兵喔 中中長槍兵出來擋 對手的這個 騎士路線喔 所以其實如果剛剛朝鮮這邊要進攻的話 最好的方式是奴兵繼續出 然後在前線蓋一個軍營 這兩個軍營喔 然後轉出中裝長槍兵 再下個BK 直接投射車開閘 然後給對手壓力喔 對手轉一堆駱駝 轉一堆這個沙騎馬 長槍兵就給他戳爆 那如果他一堆戰馬的話 你就多按點頭車或奴炮 去做壓制就可以了 這是一個前期可以比較好 壓制驅著羅人的一個打法 各種文明都可以這樣打 那超限人的話這個打法也不差喔 畢竟這個長槍兵喔 有吃木頭 他還有減免的部分 所以並不是一個不好的選擇喔 甚至你要下修道院 去招搶對手的單位也是可以的 這樣是有點會算是 生頭打法吧 但我覺得 跟驅著羅人開農 並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要盡可能把對手 及早的把他的經濟給打爆 才比較重要 好 驅著羅人已經來到68村 超限人來到63村 柵位村民落後一點點 因為人家確實沒有出太多兵 TC也是找我就開一下 那第四個TC應該很快就會再補下 這個驅著羅人 他的路線是走一個純農路線 那兵補印應該是不會爆太多 我覺得第四個TC應該很快就會補了 那他會補哪裡呢 我看一下他這個位置的話 補前線這個位置感覺補了 不錯但會非常危險 因為這個高地 這個高地如果在的話 TC在這裡會有點太危險 這個第四個TC開的位置就會有點微妙了 好 所以他在選址 那朝鮮這邊沒有馬上開下第四個TC 也是蠻意外的 也是直接開農 兵器這邊調配黃金有點太多了 不知道為什麼 這邊黃金採的有點過多 好 32隻工兵兩邊沒有開戰 這邊再稍微加速一下 好 驅著羅人點下來二防 城堡還沒有 城堡有了之後 這個薩地利科技很出關 如果我是驅著羅人的話 我想要城堡會蓋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然後再補個TC在這裡 其實是不錯的 欸 這邊稍微有一個反打 我們稍微減速一下 好 工兵直接射這些殺騎馬 但是這邊躲劍死了 效果太好了 其實全部都進入CD時間 但是死傷並沒有很慘重 其實基本上送光了 戰毛兵也是喔 小邊開打結果 其實沒有說一個非常嚴重的狀況 還是有人回頭再打的 OK 這邊果然回頭打個一波 後面有三隻生女直接著翔 這邊殺騎馬直接 直接圍起這些工兵 重重環繞開打 這邊被招翔幾隻到殺騎馬之後 工兵遠地開射 而且這邊工兵殺騎馬蠻高的喔 並沒有說完全被counter的狀況 主要還是生女喔 這邊有招翔到一些單位的關係 所以導致他的這個起火能力並不好 那城堡蓋在中間位置 右邊這邊直接鎖住對方的野石 這一個城堡蓋得很侵略喔 那能蓋起來也算是蠻不錯的 好 但是這邊超鮮人已經點下地勇時代 並沒有開下第四個TC 那城堡是選擇開架 開在這個中間的位置喔 自己加門面 其實位置以這也是還是可以啦 如果是我的話我會想要更外面一點 把這個木牆低掉 把這個城堡蓋在這裡 會更好 高地堡 一樣可以守到石頭 但他這邊不蓋這個原因喔 可能是覺得外面的高地太多了 人家魚巨頭 蓋好之後 直接可以在這個高地喔 去投他的頭車喔 投他的城堡 那我覺得 趨著羅倫應該是有想過這一點喔 所以才把城堡蓋在家裡 好 這一隻 殺星馬過來 來 稍微偵查一下對手 看到他在幹嘛 好 這邊低掉自己的騎士 好 等一下帝王時代的朝鮮 現在有時代上的優勢喔 稍微再加速一下 好 這裡果然補下重裝長槍兵 還有工程技製造所 因為我說這個打法是比較通用性的喔 打這個驅逐羅倫 比較有威懾性的打法 工兵是必然是要的 因為工兵主要是 counter對手的 駱駝 這個殺騎馬 用長槍兵來戳其實蠻好解決的 並不難 小亮的長槍兵就可以擋住了 抽,抽,抽爛,抽爛X2 直接抽光光 這就是長槍兵counter這個單位的一個用法 好 那上到地上時代的朝鮮人 馬上就補下自己狙行送實機 城堡的部分他會先 來打右邊這個才對喔 不會先打家裡那邊 先把這個野石拿回來 那對手這邊可能會按一下 他攻城戰象去做一個強行進攻 哦 補來按下了 裝甲戰下按下 那莎迪莉科技也補下了 清奇兵也點了 曲折羅倫打的還是比較 偏正常 並沒有什麼太特別的打法 欸 但這邊補下母子環就特別了 通常曲折羅倫不太會點母子環的原因是因為他攻兵路線不太常走 通常會走這個什麼 他的這個寶兵哦 六環童子 好 城堡已經掉了 那若是走攻兵路線的話會打戰毛兵嗎 給戰毛兵母子環 打相公好像也不是沒可能哦 相公也是蠻好的一個選擇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但相公的話現在要注意的事情是對方的奴兵數量其實也蠻多的 而且大會還有可能會有投石車出現 那就要注意哦 對方投石車要怎麼解決也是個問題 那如果只出弱宮的話這些巨頭也很難解決 不是弱宮這個相公 那相公的話對場上兵來說也是一個打擊哦 但現在要爆出這麼多的相公也不太可能 這邊用大量戰毛去防守其實是蠻足夠的 這邊攻兵線基本上全滿 雀毒羅倫很少的箭的 把這個攻兵路線全部走滿了 這邊比較常看到的是走這個步兵 寶兵加上騎兵的路線 走這個戰毛路線果然會顯得比較被動一點 那雀毒羅倫這邊要怎麼防守呢 好險這邊也點下了板甲 靈甲技術 護兵的防禦力稍微提升了一些 好這邊巨頭稍微砸一下 結果沒有砸到戰毛兵稍微可惜了一點 這邊直接升大洛馬來了 曲折羅倫的大洛馬加上薩地利的這個減免費用 非常的舒服 大洛馬會變得很便宜哦 好像只要50肉左右吧 就可以點下一隻洛馬 實際上是要多少肉我有點忘記了 太久沒有玩曲折羅倫了 曲折羅倫只有剛出的時候玩的比較兇 那之後我就很少玩曲折羅倫了 因為我對這個文明我不太喜歡 我比較喜歡達羅皮圖 跟這個印度斯坦這兩個文明 新文明來說的話 曲折羅倫來說 玩起來並沒有那麼的舒服 而且有點不太喜歡這個文明 應該說有點太單調了吧 就是只要你按個碼就 基本上工兵騎兵都能康克 打法來說會沒有那麼的 沒有那麼有挑戰性哦 當然以爬份來說 曲折羅倫是一個不錯的文明 也算是一個類似Meta的文明 如果你真的要爬份的話 還是要盡量選像曲折羅倫這樣的文明 會比較好一點 那如果你是像我一樣 喜歡挑戰哦 打克難這場的話 並沒有很想要上分的玩家 就可以像我一樣玩其他文明哦 再多玩一點沒關係 那我個人是一個實力並不是很強的玩家 所以我對分數已經沒有看得那麼的重了 那我比較還是有興趣的事情 就是播報比賽給大家聽哦 以一個世界立國的十年左右的玩家的一個資歷哦 去來講解這款遊戲哦 好 那這邊佔毛兵 可能會送光 看起來是要送光沒錯 但也不算送啦 這邊也打到非常多的奴兵哦 所以你說送也沒到多送 而且佔毛兵送了其實也沒那麼心疼 主要是對手的毛 這個奴兵哦 送的是真的蠻痛的 好 那火炮直接出來 應該會優先去砸君投司機 弓兵部分哦 待會再來處理 那這邊佔毛兵可能要再多按一點 弱馬部分哦 也要稍微來擋一下比較好 好不然這邊火炮可能會被強奴直接上前激火點掉 像這樣子 哇這個強奴直接上來點會有點危險哦 哇直接果然點掉一隻啊 這就是我說的問題哦 火炮這樣打 打火打這個巨頭的時候 最危險的地方 就是這個強奴會上去開射 這個問題哦 是很常看到的 好但是這邊巨頭司機 驅逐羅倫現在是有優勢的 目前可以收到這個城堡問題不大 好構成戰項這邊右邊進攻也宣告失敗了 這邊還有一個大型箭塔防守 好前線那個城堡掉了 這邊點下的是 斯里 娃姆殺騎兵的升級 殺騎馬的升級 好看來是要蠻針對這個強奴兵哦 去做一個打擊了 其實這邊驅逐羅倫一直在保留實力哦 黃金並沒有消耗太多 自己的野金也是在慢慢挖 過坨也在出 後方的礦其實還蠻多的哦 你看後面這三坨礦還沒挖完 這坨主金也是 他這邊黃金庫存量其實很多的 對方轉了一些大洛馬 驅逐羅倫的大洛馬 有點可惜的地方是沒有三弓哦 但是以他這個薩蒂科技來說 沒有三弓其實也算補陣 突然出太多哦 也不會覺得負擔那麼重 對像西多倫這樣打就不錯 盡可能的用自己的單位去跟對方換 反正死了再按 我的成本比對手低 就像你做生意一樣哦 你的成本經貨成本比別人低 你一直去跟對方競爭哦 你遲到還是會拿到一點優勢出來的 那驅逐羅倫現在就是這個 有成本優勢的一位玩家 魂名 所以朝鮮人 盡可能不要跟對手換會比較好 他這樣子一直換 會把自己經濟越換越差 你看這邊經濟開始慢慢明顯 差距有點出來了 這邊二級龍終於鼓下了 我想說他這二級龍到底哪收到點 都已經換50分鐘了 好 終於點下了二級龍之後 應該經濟就會開始穩住了 但是如果 哇這邊點下精銳相公耶 很難得看到這個 印度文明了 轉這個相公 通常都是看這個達羅皮圖 出相公的可能性比較大一點 趨著羅倫出這個相公優勢就只有這個 薩地利 還有這個前線衛隊 前線衛隊可以增加相公的 還有駱駝的近戰防護力的 加四防 加很多 這一系對抗長槍兵來說 稍微有點抵抗能力喔 還有這個 雙手劍兵的一個傷害 還有騎士喔 其實還算不錯的喔 薩地羅倫出相公 如果不看他遠防的話 他近防抵抗對方的騎士或是弱馬 其實相當彈的 那對方 朝鮮喔 剛好大洛馬 也沒有 也沒有三攻三防 所以他的洛馬就是 偏爛一點的 這邊達良相公出來 前線衛隊 點下了 攻擊力 防禦力是0加6 防禦6的洛馬 那我們來看一下對方朝鮮洛馬 7加2 就代表他打一下這個 相公只會扣3滴血 剛剛抓癢勒 哈哈 反正 基本上扣不到 扣不到血量的感覺 OK 這樣好笑了 那騎士羅倫喔 後面還可以有個打法 就是補一些僧侶 在後面補血 那這個打法是蠻熱門的喔 相公配僧侶 然後再搭配一些長槍兵 或者是配自己的 反任投資手 去針對一個 長槍兵的一個打法 還有垃圾兵喔 那我覺得現在 戰毛兵打這個 反任投資手 其實也蠻痛的 所以我覺得能針對的 就只有長槍兵 效果比較好一點 那其實他對方 對上長槍兵的話 用這個相公也是 很好解決的 那朝鮮現在要怎麼打呢 現在可以選擇 轉出自己的戰車 但戰車又會被 這個 戰毛兵 所以最好的做法 就是轉出 重頭 直接用頭車 砸爛對手的大象 跟戰毛兵 那 弱馬的部分喔 自己出 急兵來幾局就可以了 走一個突然 賽爾特的路線打法會比較好 那你說戰毛兵要不要出呢 我覺得戰毛兵可出可不出 但急兵跟頭車是一定要出的喔 你才有可能 去打爆這一坨的兵喔 不然你只靠 強奴 還有戰毛 急兵 是其實有點困難喔 還是要有這個大規模殺傷力的東西喔 來打比較好 當然火炮也是可以啦 但他這個攻擊速度 跟範圍其實有點太慢了 那沒辦法 直接吃掉對方的硬傷喔 因為對方硬傷就是移動速度慢 然後血量多嘛 對不對 那你投石車有這個 投車的攻擊距離的優勢在喔 那突投車喔 絕對是比出火炮來說是好傷力些些的 好 去的路人這邊直接大軍壓盡 直接把這座城堡給撵了過去 大象也完全無視城堡存在 雖然吃到城堡傷害是很痛 這也損失大量的相攻喔 但目前這個狀況看起來 朝鮮人並沒有太多的時間可以反應喔 這一波殺戮來 哎呀這邊有點慘啊 這邊可能要趕快補多一點軍銀喔 去這邊喔 乾脆連戰毛兵都不要按喔 直接全部用大量擊兵喔 用速量壓制喔 直接淹過去打這一坨相攻喔 可能還可以抽到點傷害喔 他現在混得出戰毛跟擊兵喔 導致他這個慘人喔 很容易聚不起來 然後一直被對方下水餃 吃掉 好這個城堡能蓋起來嗎 村民直接過來用全炮開扁城堡利機 OK這邊蓋起來了 那後面這邊應該是攻城戰象 反正按下去了 攻城戰象已經在按 現在直接來攻城這邊城堡 相攻也是繼續輸出 那頭石車這邊沒有升級好 裡面還在繼續出火炮 朝鮮這邊升級稍微微妙了一點喔 他升了一個不該升的東西 這個近色口 這邊其實也是可以升阿 但我覺得沒必要 好打槍出來了 現在真的是要趕快升這個頭車的升級 但頭車升級又需要用到肉 哇 朝鮮人這邊很難打 感覺是沒救了 沒救了沒救了 這個 曲折羅人後期煞滴力太強了 你看這個肉量還有2000多 木頭也是 經濟後期不能說到很好 但他可以省掉太多的肉類資源 他基本上可以用肉這個肉 一直更趨快 也不會覺得虧阿 這就是曲折羅人最棘手的一個地方 那出大象的話 又可以省掉大量的肉 然後再按下這個前線列隊 就不怕對方落馬 非常的好用 雖然疾病出到也是會痛 好 看起來這一波的進攻 曲折羅人完全是以碾壓的方式 打爆了對手 城堡也慢慢往前蓋 好 左邊的城堡也被都掉了 超閒這邊能防守住嗎 感覺是偏困難的 怎樣怎樣 用村民直接去扁建築物 村民其實沒必要了 把他們送掉之前 拿來拆一下房子 其實蠻快速的 呵呵 最近村民打建築物 我會在傷害喔 好 這邊擊兵走出來 直接開戳 數量其實蠻多的 數量一多 戳對方的攻城戰象 還有大落馬喔 效果都不錯 能戳到這個工兵嗎 工兵直接回頭射個一波 直接被逼了回去 架方戰毛兵加上大擊兵 戳一下戳一下 哇 很痛 大擊兵戳這個大象還是很痛的喔 大概戳個六下 五到六下就可以戳十一隻象弓喔 但是自己的擊兵也是被象弓解的很快速喔 互相傷害的單位阿 你看這個戰毛兵現在就沒顯得那麼好用了 攻速慢 比不上象弓之外 還會被對方落馬康可 這個戰毛兵 原來把他像只能硬擊 他現在經濟太差了 你要不要轉出出車 好這邊戰毛打象弓還是蠻痛的喔 然後在安全地的話 戰毛還是可以做到點事情的 畢竟人家沒有三方 還是稍微有點增傷的感覺 OK這邊逼回去回到高地 這邊高地拉了一堆生女來補血 好看落馬繼續按 五十一隻落馬 直接爆出來 這個排層排層排的有點多 這邊村民是不是有點太少了 然後這邊再補個幾村 這邊工程在向持續進攻 加上後方三台巨頭 應該也是可以順利拿下右邊城堡 那這裡應該是朝鮮最後一棟城堡 這個城堡再掉的話 偶石車的射程也沒辦法研發了 這看起來朝鮮 勝率非常的低啊 驅著羅人感覺不太好打 不是驅著羅人 朝鮮人不太好打 朝鮮現在只能用垃圾兵跟對方換 雖然木材潔滅的效果 但我覺得是撐不太久 這個 誰死都會倒光這樣 好 這邊稍微退一下 這邊想要毒口 淵通沒有珍貴的火炮 火炮不能送掉 我們剛剛說火炮雖然可以counter對方大象 但是這邊其實打起來 看效果有點差強人友 只扣了一點點血量 這三隻扣的血非常少 所以真的要打這個相公 加上對方組合 這個級兵加上頭車的話 其實就差不多了 好那這邊 朝鮮打出了聚集 那我們來稍微看一下經濟 經濟來說 朝鮮人應該是悲劇到一個步行 後期的趨著羅人 經濟是蠻好的 基本上沒有被弄到村民 那聖物的部分呢 也是趨著羅人拿到一個優勢 那後期朝鮮人到了50分 才點下這個 動型跟李 還有這個手推刺 所以導致他經濟非常非常的差 好 那我們這邊稍微再看一下地圖 地圖上分布來說 雖然 朝鮮人也是很努力在控圖 但控到後面還是不敵對方大落馬 無情開爆 好 直接抓掉了大量村民 那家裡的部分 也沒辦法即時轉出頭子車 我覺得是相當關鍵的一件事情 那就算對方 趨著羅人 看到對方朝鮮 轉頭車 自己也可以轉一些火炮 去反制 對這個打法來說 他只害怕自己沒黃金 沒辦法轉出火炮 或是維持大象的相公數量 但這個也不是問題 因為他可以 省下很多肉 肉的可以拿去買賣 或是出這個大落馬去 直接突襲後面的頭車也沒問題 基本上操線了 打到這邊 沒有即時轉出頭車跟火炮 就是輸一半了 可以這樣說 好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要記得幫我下訂閱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在以上s ьте按讚 je可以按讚 請按讚 如果按讚 請按讚 點讚 請按讚 讚